但是其实这一切背后是一个叫Zemo的人策划的 这也是因为他在奥川事件中丧失了他的家人 所以他要对复仇者进行复仇 之后复仇者联盟封城了两队打起来 其中钢铁人也找来了一个新帮手Spider-Man 美国队长一方要追捕Zemo 而钢铁人只要逮捕美国队长 最后美国队长和东宾在黑寡妇的帮助下陈锋逃脱 而剩下的英雄则全数被关进一个海底监狱 之后钢铁人飞到了西伯利亚 想帮助美国队长阻止Zemo 则堕落了Zemo的圈套 他让Tony看到了一段CCTV片段 得知他的父母当年是被Baki杀死的 从而让他们自相残杀 他们狠狠地干了一家 负责者联盟 从此分崩离析 嗨 大家好 我是汤圆 最近大家一定在Facebook上看很多关于 Winches 4 Endgame的消息吧 有兴趣 但是又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看 没时间把错过的电影都补掉 没有问题 这个超级男人包就是要让你了解漫威宇宙的世界观 了解看Endgame终究之战之前 需要了解的基本知识和之前的故事 事不宜迟 我们开始吧 开始故事前 先为大家科普一些小知识 第一 漫威电影宇宙 Marvel Cinematic Universe 存在在这个电影系列里的宇宙 这个宇宙里的一切事物都互相连接 可以想象成 22部电影其实就是22级的电视剧 而Endgame终究之战就是大结局 第二 复仇者联盟 Rangers 是一群英雄集结的联盟 到目前为止有两代 第三 神盾局 是漫威宇宙里 美国政府的一个秘密军事机构 任务是维护全球安全 第四 无限宝石 Infinity Stones 贯穿整个系列的关键物 六颗宇宙诞生时产生的神奇宝石 分别可以控制时间 空间 力量 现实 灵魂和心灵 由于这是个超级懒人包 所以我会尽可能的融缩重点 忽略不必要或者没有连接的故事情节 故事开始吧 在公元965年 远古天神Odin 在挪威和冰凶巨人打了一仗后 没收了敌人的神器 顺便收缘了敌人的儿子 并将他命名为Loki 记住这个人 转眼 来到公元1942年 邪恶组织Hydra九头蛇的首领 Red Scout 红骷髅 在北欧的一个神殿 找到了宇宙魔方 Tesseract 也就是空间宝石 然后试图用它作为能源 制造大量武器 企图征服世界 这个时候 美国有个正义感爆棚的排骨精 Steve Rogers 他一心想从军 却因为没有机机 而屡事屡败 后来 和当时已经是军人的机友 Bucky Barnes 参加世界博览会时 被一名科学家看中 而得以参军 之后 还因为参加了超级士兵计划 喝了一些药水 有了大机机 成为了Captain America 美国队长 Shield的创始人之一 Howard Stark 用全世界最稀有 最坚硬的金属 Vibranium 做了一个飞盘 给他当防身武器 他开始和他的机友 并肩作战 在一次任务中 Bucky不小心摔下了三崖 红骷髅想用一架大飞机 轰炸世界各地 但是被美国队长打败 然后被空间宝石船送走 截至 美国队长连人待机 撞向冰城 开始冬眠 后来 Howard Stark在寻找 美国队长的过程中 在海底里找到了Tesseract 转眼间 来到几十年代 Shield开始着手研究Tesseract 来自外星的Krey族 Marvel 伪装成地球科学家 成功用Tesseract 制造出能源装置 Krey和Skrull 两大外星种族 有着长久的战争 但事实是 Krey想要殲灭所有的Skrull Marvel意识到这一点后 想用能源拯救Skrull族 后来 被自己的族人发现背叛 而被杀掉 他临死之前 定逐Carol Danvers 破坏能源装置 在他破坏装置的时候 意外吸入了宇宙能量 然后昏迷 并被带回Krey星洗脑 六点之后 机缘巧合之下 重回地球 遇上了还没当上 神盾局局长的Nick Fury 重新回忆起一切之后 他带着一众人 飞到Marvel 在外太空的科学实验室 救了躲在那里的Skrull人 也找到了Tesseract 随后 Tesseract被外星猫 吞进肚子 并带回Shoe总部 你没有听错 这只猫 把Tesseract吞进了肚子 最后 留下了一个升级版的BBG 给Furic 以Captain Marvel的身份 离开了地球 飞往其他宇宙 拯救其他星球 再转眼间 来了21世纪 PowerStuck的儿子 Tony Stark 继承了他的军火公司 再一次武器示范 被恐怖分子突袭 并绑架到一个山洞里 恐怖分子要Tony 帮他们制造武器 然而 他却偷偷地使用材料 造了第一套的装甲 Tony 你真的不听话哦 逃出来之后 开始潜行研究装甲 他用新装甲 干掉了一些恐怖分子 包括整件事的幕后黑手 他的生意搭档 之后 因为身中辐射毒 觉得时日无多 在生日派对上 和好朋友Rox 打了起来 最后Rox 把他的一套装甲 带回军部 代号 War Machine 之后在令Fury的帮助下 Tony成功创造了新元素 解决了自身的辐射问题 然后 我们望向神界 在Thor准备登记时 因为被前来偷神器的 冰霜巨人打断 他就生气气的带着兄弟们 踩到敌人的地盘去对峙 还要一言不合就开打 最后在被包围的临危之际 Odin突然出现 把他们带回Ascar Odin很愤怒的责备Thor 为什么你17500岁啊 还是这样屁孩 之后就把他扁入房间 体验民间疾苦 吃手 还在他的锤子下了个 够格的人 才可以举起锤子 的诅咒 之后把他一起丢到地球 回到地球 Thor找到了落在 New Mexico的雷神锤 但是他不举了 我的意思是 他举不起来了 同一时间 在Ascar的Loki 发现了自己 其实是冰霜巨人的后裔之后 就很悲愤的责问Odin Odin他情势不对 就睡了个午觉 Loki生理成章的成了国王 然后派了一个机器人 到地球去杀Thor 在Thor为了保护他的朋友 选择牺牲自己的当下 彩彩觉得Thor够资格了 就飞了过来 Thor重复神力后 直接秒杀了机器人 返回Ascar之后 为了阻止Loki 摧毁冰霜巨人的国度 他把彩虹桥给破坏了 正当两人差不多 要掉进虫洞时 Odin又出现了 抓住了他们 Odin真的很会选时间 但是 Loki选择了放手 在另一边 一名科学家Bruce Beno 在实验中 不小心将自己 暴露在过度的Garma射线 现在只要他一生气 一兴奋 他就会变成成绿巨人 Hawk 他就这样一路的 哒哒哒 最后找了个地方 躲了起来 而过了70年 美国队长终于被Shoo找到 冬眠被人吵醒了他 就很生气 拿了几个沙包来出戏 Loki带来一把 能操控别人思想的权杖 来到地球 他洗脑了Hawk Eyes 偷走了Tesseract 之后 Nick Fury找来的钢铁人 美国队长和Bruce Beno 帮他找回Tesseract 同时 Thor来到了地球 之后 Loki用Tesseract 打开了宇宙冲动 把他的大军 带到了地球 最后 初代Avengers集结 把他们全部都干掉 Thor带着Loki 和Tesseract 回到了Ascar 之后 Loki被关进了Ascar的监狱 Thor则到处 拼定其他宇宙 此时 黑精灵刚好 解开封印 要夺取乙态 也就是现实宝石 来染黑全宇宙 Thor的女友 Jen Foster 也刚好不小心 进入了另外一个维度 被乙态附身 Thor得知这件事后 就把Jen带到了Ascar 这时 黑精灵进攻Ascar 并把Thor的妈妈给杀死 之后 Thor劫狱把Loki救了出来 让他带路 把Jen带到了一个荒漠 想消灭乙态 但是失败了 黑精灵得到了乙态 Loki也当场被杀死 然后 Thor和Jen 就很随便的走回了地球 靠着一些科学仪器 把黑精灵给弄死 最后 Thor拒绝了国王的宝座 让乙态给收藏者 Collector保存着 而皇位上的Odin 竟然是Loki加班的 这一切其实 都是有一个紫色的 大翻手Tenus 在背后搞的鬼 他想要收集 所有的无限宝石 所以就派他收养的 两个女儿 Gamora 还有Nebula 帮他找 在宇宙有两大星球势力 互相抗衡了几千年 分别是Sandar 还有之前提过的Krid Krid的首领 Ronan找Tenus 要他帮忙消灭Sandar 而Tenus则要Ronan 帮他找到力量宝石 在Ronan的手下到达之前 一个从小就被外星人养大的地球人 Starlord 星爵 Peter Quill 先取到了宝石 并且带到Sandar 要转卖 网雄Rocket 和Grood 只想抓到Starlord 赚取悬赏 同时 Gamora也出现 想从Starlord手中 抢到宝石 最后 大家就一起被抓去吃咖喱饭 在监狱里 他们遇到了Drax 一个满脑子都是爆存的傻瓜 奇人 他们逃遇后 带着宝石 想转卖给收藏者 Collector 结果一番折腾后 宝石还是落到了Ronan手中 他把宝石霜在了他的锤子上 然后开始进攻Zandar 而Starlord一行人 则组成了Guardians of the Galaxy 星际异攻队 成功阻止Ronan毁灭Zandar 并且使用宝石的力量 把他给干掉 之后宝石被存放在Zandar 警方的保险箱里面 顺带一提 老鼠Guard死了 他们用他的数字 种了一颗小Guard 几个月之后 他们遇见了Starlord的老爸 Eagle the Living Planet 之后 他们在他爸这个星球上面 认识了Mantis 一个能感应和控制别人情绪的外星人 在得知Eagle找回Starlord 是为了支配全宇宙的时候 身为正义使者的大家 就决定把Eagle给炸掉 回到地球 美国队长和黑寡妇 持续在帮Shield做任务 升级打怪 一切看起来都很顺利 直到Nick Fury被刺杀 Shield开始大乱 美国队长被通缉 美国队长和黑寡妇一路逃跑 后来他们发现 原来Shield这些年 都被九头蛇给渗透了 之后他们找来了新伙伴 Sam Wilson 一个使用机械翅膀的退役军人 组号Falcon 接着美国队长还发现 Vinter Soldier 就是他的好机友Bucky 被九头蛇救了 吸引脑 把他变成了跟美队一样的超级特工 而九头蛇的计划 是要使用空中战线 把所有对九头蛇有威胁的人都做掉 最后 美国队长一行人成功把秀搞定 Vinter Soldier逃掉 而Nick Fury继续装死 由于钢铁人山和后来的故事连接不多 所以我们就直接省略 接下来 复仇者们攻破了一个九头蛇的基地 取回了Locky的权杖 突然想制造一个人工智慧机器人 Altron来保护地球 结果就出了个人工智慧 要消灭人类的老狗 Altron找来了Quicksilver 幻影和Scarlet Witch 飞红女巫 一起对抗复仇者 而另一边 他准备利用权杖里的心灵宝石和Vibranium 为自己制造一具刀枪不露的身体 不过后来 Scarlet Witch通过了毒性术 知道了Altron想要毁灭人类 就和Quicksilver 导户复仇者一起对抗Altron 复仇者抢了Altron的人造身体 Tony随后将他的AI管家 Jawis植入了境序 Vision诞生了 他们一行人合力消灭了Altron的大军 Quicksilver牺牲了 果然 跑得快死得也很快 Ironman Thor Hawk Eyes一对 绿巨人Hawk 则自己搭飞机飞走了 Scarlet Witch Vision Falcon War Machine的加入 组成了第二代的复仇者联盟 不久之后 Falcon在复仇者联盟的新基地 遇到了另一号人物 Ant-Man 一个能变大 缩小 和蚂蚁沟通的新英雄 原名Scott Lang 是一名钱囚犯 为了赚赏赏养费 他被缩小装的发明者 Hank Pym 雇用潜入他的前公司 夺取另一套缩小装 以避免他落入了九头蛇的手中 由于之前的大事件 带来太多无辜的伤亡 政府要求复仇者联盟 必须受到联合国的管制 Tony因为之前的事 感到内疚 所以同意签署条约 而美国队长则认为 复仇者会被逆用而拒绝 在签署条约的当天 联合国会议发生了爆炸事件 神秘国度瓦坎达的国王 当场被炸死 同时有消息传出 事件是Winterso就干了 所以他立刻就被通缉 而国王的儿子Ti Charla 也就是拥有超能力的黑豹 Black Panda 也一同追捕他 但是其实这一切背后 是一个叫Zemo的人策划的 这也是因为 他在奥特事件中 丧失了他的家人 所以他要对复仇者进行复仇 之后 复仇者联盟封城了两队 打了起来 其中钢铁人也找来了 一个新帮手Spiderman 美国队长一方要追捕Zemo 而钢铁人只要逮捕美国队长 最后 美国队长和东斌 在黑寡妇的帮助下 陈锋逃脱 而剩下的英雄 则全数被关进一个海底监狱 之后 钢铁人飞到了西伯利亚 想帮助美国队长阻止Zemo 则堕落了Zemo的圈套 他让Tony看到了一段CCTV片段 得知他的父母当年是被Bucky杀死的 从而让他们自相残杀 他们狠狠地干了一家 复仇者联盟 从此分崩离析 美国队长在海底监狱 据狱了其他的同伴 Bucky则被带到瓦干达 销售他脑袋里面的特务指令 让他不会再被洗脑成Winter Soldier 瓦干达是非洲的一个神秘国度 他们拥有超先进的科技 和用不完的Vibranium 他们一直对外境隐藏着自己 在经过了一番宫廷斗争之后 新国王T'Challa 决定对世界公开瓦干达 回到美国的一个小区 Spider-Man Peter Parker 正用着Tony Stark 做给他的蜘蛛装 行侠仗义 学习怎么当一个超级英雄 而在纽约 一个非常厉害的医生 Dr. Strange 在一场生活后 双手失去能力 他倾家荡产想治好双手 但是徒劳无功 最后 他用谨慎的钱 飞到尼伯尔寻找东方的疗法 却让他遇上 使用魔法的自尊魔法师 Ancient One 并且教会他使用魔法 最后 Dr. Strange使用Eye of Agamotto 也就是时间宝石 阻止了黑暗领域的领主 Domamu 对地球的入侵 在距离了Edge of Ultron两年后 Thor终于发现 Odin是Loki假扮的 并且带着Loki 到地球找他们的爸爸 通过Dr. Strange的帮助 他们得知Odin在挪威 并且在他死之前赶到 因为Odin的陨落 Thor的姐姐Hella 解除了封印 出现在他们面前 然后徒手捏爆了 Thor心爱的吹吹 Thor和Loki在逃回Escar的途中 被Hella击落 最后掉到撒卡星 Hella回到Escar后 自封为王 将所有不服的人民 与士兵通通杀光 彩虹桥的守门神Hemdor 带着剩下的人民 东藏西斗 Thor在撒卡星上 被那里的主人Grandmaster 强逼他捡到一头的修法 和参加竞技场战斗 刚晓他的对手就是Hawk 一场闹剧之后 Thor、Loki、Hawk和Valky 一起抢了Grandmaster的 性爱趴飞船 飞回Escar对抗Hella 由于Hella的力量 来自Escar 所以Thor让Loki 到武器库 复活了火焰恶魔Sutter 将Escar和Hella一同摧毁 Loki也是手拿了 存放在那里的Tesseract 最后 Thor一行人 带着所有Escar的族人 一起登上一家大飞船 准备飞往地球定居 Hank和他的老婆Janet 是初代的蚁人 因为在一次阻止飞弹的任务中 他们无法突破飞弹的外壳 Janet关掉了自己服装上的调节器 将自己缩得比原子还小 从此消失在量子领域之中 由于之前Scar也曾经做过同样的事 所以Janet可以以某种方式 附在Scar的身上 提供相关数据 协助他们进入量子领域 Hank最后成功从量子领域 救回他的老婆Janet 之后 他们把改造缩小的装置 放在后车厢 终于 我们的故事来到了Infinity Wall 无限之战 Tenos的目标是6颗无限宝石 目的是要使用宝石 消失整个宇宙的一半生命 让宇宙达到平衡 一开始 Tenos屠杀了Zandar星 夺取了力量宝石 然后 他带着他的手下 开着超大的飞船 袭击了Thor的飞船 在一场屠杀之后 Locky为了宝座Thor 交出了Tesseract 此时 Hawk突袭Tenos 却被他删两下手搞定 Handor 用最后一口气 把Hawk传送回地球之后 被Tenos刺死 随后 Locky偷袭Tenos失败 也铲死在他的手上 最后 Tenos引爆整架飞船后 用空间宝石离开 Hawk被传送回地球的时候 正好掉在Dr. Strange的圣殿里面 正当Dr. Strange找来 Tony和Bruce在想对策的时候 Tenos的手下 袭击了地球 一番打斗之后 Dr. Strange被剪尸 Iron Man和Spider Man追了上飞船 在宇宙的另一边 星际宇宫队因为收到了求助信号 前往到Thor飞船残骸的所在地 在那里遇见了Thor 之后他们兵分两路 Thor, Rocket, Grid 去矮人心打造Thor的新武器 其余的人则试图赶在Tenos之前 找到收藏家拿到现实宝石 但是还是太迟了 Tenos轻松解决了他们之后 带着Gamora回到了自己的飞船 他用Nebula危险Gamora 说是之前从未出现过的灵魂宝石的所在地 迫于无奈之下 Gamora只好带着Tenos来到Warmir 而70年前被传送走的红骷髅也在此地 他告诉Tenos 只有牺牲自己最爱的人 才能获取灵魂宝石 接着Tenos喊着泪水 把Gamora丢下了三押 得到了灵魂宝石 回到地球 Vision和Skallurich适奔到了爱尔兰 被Tenos的手下偷袭 美国队长及时带着了Falcon和黑寡妇 出现帮他们结尾 而在飞船上 Iron Man和Spider Man从Tenos的手中救了Dr. Strange 在他们抵达泰坦星之际 星际异工队已经在泰坦星上 Dr. Shinn使用的时间宝石遇见了1400万又605个不同的未来中回忆的胜利 多少女士呢? 1 所以他们制定了计划要把Tenos拿下 在地球上 美国队长一行人和Bruce还有Roddy会合后 一起前往黑豹的瓦干达 在那里 美国队长很显名为White Wolf的Bucky重逢 这个时候Tenos的手下来到了瓦干达的上空 并且开始发动攻击 另一边Thor来到了矮人星 经过一番努力后成功获得新武器Stormbreaker 正当地球上的各位在经历一场苦战的时候 Thor及时出现天日全场 在泰坦星上 疯狂泰坦Tenos终于降临 Iron Man众人一度压制了他 差点提早结束电影 Starlene因为得知Gamora遇害后而理智断线搞砸了一切 事后Tenos各路狂掠 在留下Tony一命的条件下Dr. Strange把时间宝石拱手相让 之后Tenos穿越到地球先把一众复仇者打趴 接着用时间宝石把已经被破坏的幻视Vision和心灵宝石还原 再把心灵宝石从他的头上活生生拔了下来 他集齐了六颗宝石 就在这个时候Thor来风爆炊给Tenos打出了会心一击 但是Tenos再说了一句 你应该把头发掉了 世界各地的人开始化成灰烬 其中包括Bucky、Falcon、Skullet Witch、黑豹、Dr. Strange和Spider-Man 除了Rocket所有的新机遇工队 Ant-Man也因为Hank、Janet、Hope化成了灰烬而被困在量子领域 啊对了还有Nick Fury 故事待续 恭喜你你把前21部电影都看完了 我也知道一时间要接受那么多的东西一定会很乱 所以有什么不是很明白的地方就多看几次吧 看多几次还不明的话就请在下方留言 我在一一为你解答 这部影片我真的花了超多的心思 欢迎分享给你身边的猫肉迷 在进电影院之前再来一次重温 如果喜欢也别忘了按赞和订阅我 我们下部影片见